主料,大虾6个,安纯蛋10个,水拔提筋80克,水拔海参1个,竹笋50克,菠菜2克,辅量,油,葱姜,盐,胡椒粉,鸡精,白酒2毫升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所有的食材,安纯蛋煮熟去批备用,海参,提筋,竹笋分别切好。 锅中水烧开放入提筋海参,煮笋超烫一下备用,锅中烧到一点油包香葱姜,倒入大虾翻炒,淋入白酒炒香关火,把炒火的大虾放入砂锅加入高汤,大火煮上5分钟,再加入其他食材,继续煮烧10分钟,加入盐,加入胡椒粉调味,最后放入菠菜加少许鸡精关火,烹饪技巧。 把水发提筋和海参,用滩水超烫一下再煮汤,汤汁口感无异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